大家好,我是Lulu,欢迎来到非常排行榜 这是一期最下饭的视频 世界上最丑的10种生物都是哪些呢 本篇多图预警哦,现在关掉还来得及 准备好了吗,那我们就开始盘点吧 我们先来看Top10 排在第10名的这个动物叫做长鼻猴 长鼻猴只在亚洲东南部和婆罗洲岛才会有的群居猴类 它们的鼻子大的出奇 其中呢,雄性猴子它随着年龄的增长 鼻子呢,是越来越大的 最后它会形成像茄子一样红色的大鼻子 激动的时候呢,大鼻子会向上挺立 或者是左右摇晃,十分滑稽 除了鼻子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 那就是雄性长鼻猴的性器官呈鲜红色 而且呢,总是处于勃起状态 通常呢,猴群中的猴王此特征是最为明显的 猴王嘛,那当然了 据说猴王必须24小时保持金枪不倒 一旦劈软,猴王的地位可能就不保了呢 作为宾威保护动物,长鼻猴它总数呢也是只有几千只 在马来西亚沙巴和沙捞月的沿海红树林以及河流的两岸 时常呢,可以见到群居的长鼻猴们 但是只有在山大根市的拉布湾长鼻猴保护区 才可以最近距离的接触到长鼻猴哦 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一下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Top9 它在第九名的丑生物呢,叫做南向海豹 南向海豹是一种在近岸水域以及南极鱼为石 在其他地方呢,它是主要吃头族类的动物 九到十月呢,它们会产载 那么它们呢,一般能活二十年 成熟瓷兽呢,是一到两月 那么熊性呢,是两到三个月会上路退毛 未成熟呢,是十二个月 熊兽它的体长有六点五米哦 重可以达到四千千克 雌熊呢,瓷兽呢,它会比较小 是三点五米啊,体重呢 大概是一千千克,也是很重了 它是动物界的潜水亚军 最深呢,可以潜至两千三百米的深海 是仅次科室汇金潜水第二的深海动物 那么中国于二零一八年九十月九日呢 被核准为二级保护水生野生动物 含有人工种群的哈 这货呢,真的是丑是丑了点啊 但是呢,人家在争夺配偶方面 绝对是毫不含糊 在小海豹出生大约三个星期之后呢 这个瓷海豹将再度交配 而这个时候,沙滩老大们的职责之一 就是保护自己的妻妾 以免被前来劫色的雄性竞争者们盯上 在大一些的瓷海豹群边缘呢 有少数屈居亚军的雄海豹 也能蹭得一席之地 但是呢,大量的战败者 那都被排除在了边界之外 他们就气急败坏 这意味着他们就要发生更多的战争了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Top 8 排在第8名的是油猪 油猪呢,它就是长这个样子 油猪是野猪的一类 分为普通油猪 也就是非洲油猪 还有这个荒漠油猪 因为呢,它们面部有油而得名 这个它是属这个 藕提木猪型亚木猪科 油猪亚科的油猪鼠 那它的嘴角呢,这个长有獠牙 一般呢,它是用于自我保护的 身上呢,它的这个毛霸非常的稀疏啊 不知道用脸霸王会不会好用啊 头占身体的三分之一 油猪呢,在自然界中的天敌是狮子啊等等 虽然说呢,理论上油猪长得丑 但是却因为狮子王中的蓬蓬而受到了全世界的喜爱 现在呢,我终于为什么知道了这个狮子王中的蓬蓬是用油猪来代替啊 就是因为呢,油猪的天敌是狮子啊,这么想想还是有点道理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Top7 排在第7的呢,这个很可怕哦,是狼猪 这祸长了八只眼睛,排成三列 中间的一对眼睛超级之大哈 这个远超其他的六只 狼猪呢,它是部族粗壮多刺 末端呢,有三个爪子,阻展有八厘米这么长 因为它非常善于跑动 而且能跳,还有毒性 行动非常敏捷 而且它性情凶猛 而让人闻风丧胆 但是其实呢,它的毒液 对人体几乎无害的啊 看看人家水零零的大眼睛 人家还是很无辜的 哎,其实它一点都不无辜 因为被它咬了还是很痛的 它的寿命也挺长的 能够达到五年左右 狼猪呢,还具有社会识别能力啊 这个是一个绝对冷知识 美国研究人员发现 雌狼猪在面对像它久偶的熊狼猪的时候 如果对方是它不认识的人 它不仅会拒绝对方 而且还常常会把对方吃掉 如果对方看上去似曾相识 那么它往往会善待对方 甚至会接受对方的救案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Top 6 来在第六名的呢 是一只叫做艾莉的小母狗 那么这只小母狗呢 是一只来自美国田纳西州的五毛犬 一双眼睛向外突出 然后呢,身上都满是小疙瘩 总是懒洋洋的吐着舌头 样子真的是丑极了 在2009年的一项比赛当中 它赢得了世界最丑的狗的称号 丑到极致,人家也是一种成就嘛 更重要的是,它的主人还是很爱它的呢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Top 5 Top 5呢,是一只深海猛兽 叫做精灵鲨 精灵鲨它又名欧式尖吻骄 是剑吻沙科的唯一成员 这种鲨鱼啊,它长相特别丑陋 不仅仅是丑陋,而且是容貌恐怖 迄今呢,已经生存了1.25亿年了 被很多生物学家称为 活化石,那么精灵鲨呢 常在阳光照射不到的深海当中出没 在海水中它们会呈现出黑色 让它们能够很好地隐藏自己 在深海当中,几乎隐形 从而呢,可以避免被捕食 精灵鲨的长鱼蚊 有感应的功能 能够在看不到听不到的海中 可以搜寻到猎物 利用强而有力的双鳄五十猎物 部分地区发现过精灵鲨 最常见的是在日本周边的海域 吐索湾和博萨半岛附近 当然了,它们是在现代科学技术条件下被发现的 精灵鲨真的是名古其事的怪异生物 它是如何得到这个名字的 咱们看一看就知道了 真的就是仿佛是从 史蒂芬金的电影当中走出来的一样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Top 4 来在第四名的呢 又是一只猴子 那狐猴呢,是被视为是猴子的祖先 其实呢,你只能在这片自然气息地上看到它们 那就是马达加斯嘉 那么其实呢,这些是非常聪明的动物 像这种跳舞抓猴,狐猴这样的一些物种呢 是可以和人类相处融洽的 其实看这些呢倒是还好 但是哦,有一种狐猴它的外形极其丑陋 马达加斯嘉当地的居民呢 有一种传说 就是说这种狐猴是恶魔的象征 当地流传的说法就是 如果在树林中发现这样子的狐猴正在树木上注视着你 那么你将厄运缠身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Top 3 那么排在第三名的呢 叫做裸分鼠 裸分鼠可以称得上是世界最丑的动物之一了 不过呢,好在它们大部分时间都是生活在地下啊 跟咱们不相关,看不到它 咱们很难看到它是如何用巨大的门牙 以及巨齿哦,在地上挖洞的 那么裸分鼠呢,是学区的孽齿类动物 它具有皱巴巴的粉色皮肤和大大的爆牙 科学家呢,早就注意到裸分鼠表现出很少的衰老迹象 而且呢,远超这种体型和其他孽齿类动物的寿命 基于裸分鼠的体型啊 其实呢,科学家本来理论上说 它们是不太可能活超过6年 但事实是什么样呢 一些裸分鼠活了整整有30多年 并且它们在这个年龄一些雌性 还仍然能够保持生育能力 真的是太厉害了 不知道科学家有没有发现它们的秘密 接下来,我们来看Top 2 排在第二的呢 也是一种鼠叫做星鼻燕鼠 那么它和其他的燕鼠一样 星鼻燕鼠呢,它主要是在土壤当中寻觅蚯蚓为食 而且呢,它还会吃很多小型的无脊椎动物 还有昆虫、幼虫 它呢,还会游到水下捕捉小鱼和螺丝 由于这个挖掘地道和鼻子啊 这个快速的颤动啊 这个星鼻燕鼠呢 它的新陈代谢速度极快 非常快,特别快 它随时呢,都是感到鸡肠碌碌 所以说它的胃口其大 其实呢,生物界不论多么奇特的表象 都要归因于进化的结果了 星鼻燕鼠的鼻子呢 它并不是一种嗅觉器官 而是一个无比敏感的触觉器官 上面呢,有很多突起的小疙瘩哈 科学家们称之为艾莫尔器官 表面呢,它其实是布满了毛细血管和神经末梢 每个这个小星星上面 大约有25000个艾莫尔器官和10万多个神经末梢 哎呀,不得不感叹自然界的造物主的神奇 接下来呢,我们来看陶浦万来咯 哎呀,世界上最丑陋的动物是什么呢? 那就是它,水滴鱼 水滴鱼又名忧伤鱼或者是软饮等等 反正就是记住它是忧伤鱼就对了 身体呢,它是成这种凝胶状 密度比它身体内含有的水分还要小 所以呢,使得它能够漂浮在水上 就像一团猪油漂浮在水上 这个鱼呢,它有着粉白色肉嘟嘟的外形 嘴角向两端向下弯 长着一双无神的小眼睛 中间搭拉着一个特别肥厚的鼻子 整张脸仿佛在做一个全世界最悲伤的表情 因此也被形象的称为忧伤鱼 在2012年世界最丑动物投票大赛中 忧伤鱼当然不让获得了冠军 当然了,它获得冠军的原因呢 一个是丑 另一个就是人家丑的 充满情绪呢 于是就激起了全世界人们的创作热情 这只鱼也变得越看越讨人喜欢 不知道为什么 哎呀,大家都觉得这个丑萌丑萌的悲伤表情 简直就是我们打工人 一天累了瘫倒在家的真实写照 水地鱼的玩偶也太治愈了吧 看完好想拥有一只 还有脑洞大开的网友 甚至让水地鱼扮演了各式各样的游戏角色 水地鱼看起来很悲伤 所以大家都把它变得鬼畜起来 希望水地鱼能变得开心 此处注意精神污染哦 还有美国著名的综艺Saturday Night Live里面 还出现了Cosplay水地鱼加美人鱼的奇奇怪怪的画面 又增加了呢 水地鱼简直成为了当仁不让的大网红 好了,今天的非常忙碌就跟大家总结到这里了 这十大最丑生物哪个是你喜欢的呢 好了,今天先跟大家说这么多 看完了我们的视频 祝大家用餐愉快 拜拜